近期新冠状肺炎疫情相当严峻 更是爆发许多本土的案例 而第一线的警察人员更是人民的保姆 负责维护社会的治安 因此警察相当辛苦 经常没日没夜在为人民付出 对此 有感于第一线警察人员的辛苦 咸语内学也与善心甜品店家来结合 5月18日也前往县府中西分局赠送甜点 慰绕这些警察人员 感谢他们对于社会的付出 最近疫情蔓延 很多的商家也迫于停业 那么贝拉专卖店 特别用爱心来慰绕我们防疫人员的辛苦 尤其是在第一线守护我们治安的 这些远警们非常辛苦 所以今天制作了差不多62盒的甜品 要让我们的远警能够解解禅 同时也感谢他们通常的一个付出跟守护 我想在这段期间 大家做好自我的防卫 保护自己也保护他人 让我们能够一起来度过这个难关 三星天甲表示 现在新冠状肺炎疫情相当严峻 有感与警察同仁站在第一线为人民付出 因此也希望能够尽一份心力为社会来付出 而另外店家为了避免疫情扩散 也宣布卸业 保护自己也保护他人 中兴分局的警察同仁也表示 相当感谢先议员赖英学以及善行店家的付出 特地送来甜点 慰到同仁 赖议员也呼吁各位民众 现在疫情逐渐升温 尽量避免外出 弄出门也必须戴好口罩 勤洗手 保持社交距离 避免疫情扩散的事件发生 技职兴俊男投采访报道